如果说我心里不喜欢下子的话 到最后也不会从事这个职业 他跟我这么说 他说您认为我喜欢念书吗 我说您现在成绩非常好 他说我是为了让你们在朋友面前聊天有一谈资 一下我就五雷封顶了 人活一辈子关心就是得搞清了自己的定位 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那你想一想 我就跟我爸做东西出来了 后来我仔细又想了一想 可能这个文凭就是一个火车票 伟大的是偷总航 清华的是软卧 什么准专科什么硬卧 准科什么硬座 成交的是站票 就类似这种 那么火车到站之后你要去找工作 老板只是问你会干什么 他并不关心你是做什么来的 后来我想一想 人各有之不可强求 对别人上下如此 何况我自己的儿子呢 大学读完了二十二三了 二十二三我再翻回头来还说相声 那我干嘛十三的时候就不直接说相声 如果他能说相声给老百姓带来快乐了 同时又能养家户口 何乐而不为呢 不短我家一个大学生的 是吧 结果到最后呢 也是如愿于偿说了相了